大会还有最后一个环节 请我们四位干犯人 争夺他们的心 进行最后一轮的拉票 他们每个人现在手里 还有两分的加分权 还有两分的加分权 只有两分是吧 反正我也赢不了 不 他们要是 比如说他们两分都给你 那你就必赢了 是这样的意思 那这样吧 我这个菜没什么好处的 很好吃的 咱们就看看这个 这个看起来就不怎么样 这个 这个吃的不太好消化 反正这个 你们尽量还是来这个 看着比较好吃的样子 瑞希哥拉票结束 下一位 这样吧 我说老实话 油炸其实真的不是很健康 我说老实话 从健康上考虑 我说老实话 专业 这个确实有点多余 多余 什么 什么意思 该我说话了 实在是理解不了 一个麻辣烫那么烫 非得往上撒冰是什么意思 然后那个油 你看 牛油已经结块了 已经飙起来了 我们这个主要是减肥餐 知道吧 这个吃了以后明天会很有效果的 那你直接吃卸药不就吧 是 我说肥子 肥子 肥子里面 放了肉 这本是肉 鸡蛋 下面有猪肉 小时候我姥姥就跟我说过 咸前一块是头上长癞 头上长癞 你想啊 它这个拉材有点有 头上长癞 头上长癞 好 这边我说真的 肥子真的比较正常了 又是蒸出来的 肌肉棚在之高 有什么比吃鸡腿肉更香的 好 好 来 接下来 前面两位哥哥已经把这四道菜 很平均的毁了差不多了 我就不毁人家了 我就说一下我的这个 你看 谁也想不到 就是我们看起来那么美好的花瓣 对吧 下了油炸完了之后 你不好奇的是什么味道吗 不太长 卷起来了 变成这个样 卷起来了 是有点抠吧 但是你看 这个地方 还有一些 八瓣 哥 我们看得见 这个花瓣今天呢 我就说花瓣的味道好厉害 就是它被炸之前是这么美好的 对吧 炸完了之后 变得这么不美好 还是有美好在的 你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好吧 好的 好的 好 聪哥 我觉得他们刚刚上上说的 真的太棒了 然后我这个 其实我自己 你也不喜欢什么 你也不喜欢什么 嗯 吃水果 但是 我是觉得实在水果里 吃水果 其实我自己 喜欢吃水果 但是 我是觉得实在水果里 没有必要放肉 没有必要放肉 两极翻转 我是不理解的 是推荐人自己翻水 好 谢谢